它的版型呢穿起来是小小的A式的短裤 就是一带颜航版型的 就是偏修显简约 很容易搭配 像我现在呢穿着这样子的一个T恤 这样子搭配呢 它就整体比较Sporty的感觉 现在呢我穿的是蓝色M size M size来讲呢 我的腰为31屯为39 腰头这边呢是穿起来比较fitting 屯为这边呢就是舒适刚穿 我现在穿的是第二个颜色 黑色的S线 腰为是28寸半 屯为3线 新穿起来是fitting OK舒服的 现在上衣呢 搭配是这一个蕾丝的上衣 配着这个褲子的感觉 真的就是甜美风比较sweet的一个感觉 改变配件呢就是比较sporty的feel 现在手上拿的色一根呢 是T上一个颜色的Sin白色 它是属于浅色系的一个颜色哦 最后前面这里呢 它里面有这个按钮 然后旁边是有两粒button的 所以我们穿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扣外面 然后里面这个可以扣起来 给它做一个定位 再把这个拉链拉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前面裤子这里呢 也是做了这个折位 它可以更加修饰我们小腹的部分 这款褲子的面呢西装面量活起来是柔软适中的 现在呢就是把这个Sin白色穿起来了 我穿的一样是Size哦 像这样子前设计的Sin白色呢 我们上衣可以配红色 就是比较strap的颜色红色啊 线蓝色这样的颜色都非常好看出色的 然后我们一到这样子前设计的褲子的时候呢 就明白我们里面一定要配配褲色的内套哦 它的面呢随于是轻薄 现在穿起来是凉凉双双双褲 会闷热的 可以看看这款面呢它是不容易起座 看我这样子把它抓在座啊 它都不容易起座的哟 这款褲子的版型属于是中高 然后裤脚的部分呢属于是破脚裤 所以穿起来呢 它一须就在我们后裤的这个位置 看起来更加显瘦 里面我们这款短裤的一共有三个颜色 就有手上的这个蓝色 黑色还有身上的这个米线色 Size就从Size开始到Double X了哦 我们下期再见